Hello FOKPoker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Raymond Wu 五少鋼 我今天想要幫大家做個Video 是讓已經有打過我們的免費錦標賽的這些玩家有得獎金的時候 我教你們我會如何運用這個獎金 所以在左邊這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Free Roll 然後我們現在的Free Roll改成 每個禮拜的三跟六晚上九點都有一個免費的錦標賽 然後這免費錦標賽呢 打完的時候呢前四名都會得到五塊美金的獎金 那這個獎金我會怎麼運用 我今天再加上這個Video跟大家講 那我覺得有一個迷思就是說 很多人覺得打撲克一定要放很多資金進去 但是其實像我還有像很多世界級的玩家 都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都是沒有什麼錢的OK 就不可能有人說想打撲克就動用了 比如說什麼三萬五萬的那種資金 像我以前大學生的時候打撲克的時候 我頂多能動用的資金就是那幾千塊台幣而已 那甚至有一些很強很強的Player 他們是從來沒有存過任何款的 他們就是打一個免費錦標賽 然後免費錦標賽贏了一些PSB之後 就開始從那邊整個搭上去了 所以 要打這個撲克的話 不需要很大的資金 但是你需要對的方向跟這個一個好的策略 所以今天呢我就會帶大家 大家來了解就是說 我會怎麼使用這個 五塊的美金的獎金 那首先我們看到右邊這個畫面是我們的FOK的比賽 然後今天已經有一個人報名了 這個非常重視的粉絲 然後呢我們現在這邊看到Lobby的話 我們就會去點這個做滿就完喔 就是所謂的SNG OK這是英文介面上面就會寫Single 然後我們要選單桌 然後我們再選一個雨量級的 我們就五元美金以下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們要選 實顯示開放登記和即將開始的比賽 因為結束的比賽我們沒有任何的用處嘛 然後我們再來篩選 那我們這邊篩選的話 我們就是玩我們德州撲克就好了 一開始 然後呢 我們選無限柱 然後我們從 我們用高速好了 就是因為一般的速度還會很久 所以我們從0至 差不多5這個級別 然後用現金的 嗯 然後用 7到9跟10人局 然後是一般的 然後5050其實也可以 然後資格才就必要了 然後也是用美元就好了 嗯 顯示開放登記的比賽 對顯示進行中就不用了 顯示已結束也不用 OK然後我們把這邊關掉 我們就看到這幾個東西 我們看到這邊有1.5美元的高速比賽 3.5美元的高速比賽 所以我們這邊就爆一場 1.5美元的 所以這是1.5美元的高速比賽 所以這是1.5美元的高速比賽 然後是9個人 對不對 我們確認一下 這是9個人 所以我們就爆 然後我們也爆一場3.5美元 OK 這樣就5塊了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爆3場1.5美元都可以 那這一場平均 大約會在差不多40分鐘以內結束 那它這個 呃 人數到9個人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開始 OK 那我們現在等它開始 基本上就說 基本大部分的時候都很快 很快就會開始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我覺得 SNG是一個很好訓練 新手 以及很好 把你的資金變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 呃 你你你你 輸的資金有限 就是說你就是輸報名費而已 就是輸那個1.5或3.5的美元 但是你可以贏得 呃 不錯的獎金 像這個SNG的話 我們看一下大廳嘛 它會是 它會是 呃 前三名有獎金 所以我1.5美元 我可以第一名的話 我就可以贏到 贏到 14美元 第二名8.5 然後第三名就有5.68 這是3.5美元的比賽 所以我必須 我的 目標呢 就是可以在 前三名之內 OK 我就是標在第4名淘汰 那 呃 這可以有點像什麼 這有點像是一個 比賽的最終桌 就是所謂的final table 因為final table都是9個人 所以這是正常一個9人局 那這邊 打SNG打的很多的話 可以對你的final table有很大的這個訓練 是非常的不錯 呃 所以就是 讓你為你的比賽的基礎 加強 然後像SNG的話 FOK也有出很不錯的影片 就是我們的 呃 Rio教練 Rio教練打SNG 這是他的 就是 他吃飯就是靠這個啦 所以他 他也有一些很不錯的影片 我們大家可以去看 呃 這些影片 呃 但是基本上 在這邊的玩家 3.5以及1.5的玩家 通常都不會很強 像 這兩個牌其實都不 不太應該出現在 一開始的情況以內 呃 他們應該要 呃 比如說蓋牌或怎麼樣 這麼爛的牌不應該玩 一開始 盲住很小的時候 我們 我們不需要去玩這麼多牌 現在盲住才十二十而已 OK 然後我們現在 AX KING這個牌很強 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就是說 把它打完 所以我們也可以選擇跟牌 不過中間這個人實在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完全在幹嘛 所以現在我們80個大忙 我們這邊可以 reraise 然後我們就要 就必須要打完了 因為這個牌其實不太適合這麼多人看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3bet 然後他就選擇跟住 這也是蠻奇怪的 這是台灣的選手 OK 我們這邊有一個AX KING 我們沒有貼到任何的Pair 嗯 這邊的話我們會先看他怎麼做 如果他打出來很大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蓋牌 但是如果190的話 我們可以call 我們有兩張overcard 我們有至少25%equity 如果落後的話 那如果領先的話 我們就還是領先 所以我們會先跟住 看一下什麼狀況 這個2B沒有改變什麼東西 如果他有一個Pair的話 我們已經落後 如果沒有Pair的話 我們還是領先 他這邊如果ALL IN的話 我想我可能會跟他 嗯 他並不一定要有什麼Pi 就是說 有可能他對值可能會翻牌前打完 那這邊有可能一些flushraw 一些不怎麼樣的Pi 所以他340的話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Pi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跟下去 嗯 跟完之後我們會剩下 600多 嗯 600 700 1600我們會剩600多 所以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 我們還是不能蓋牌在這邊 嗯 然後這個3其實也沒改變 所以 他這個3 打下來的話 我基本上還是會call他 嗯 如果他有Pair的話 那我們就爆了 就必須要爆下一場 but I think 有Pair這樣打的人 還蠻少的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子 長期下來 靠這邊的話 it's ok 然後有時候他這邊也會過牌 所以也不一定 嗯 他過牌的話 基本上我就會覺得 我的牌是最好的 但是有沒有辦法說 在這邊還可以下注呢 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辦法 So he also has ace king 嗯 我覺得他這個打法還蠻奇怪的 基本上他這個牌 可能prefob就可以打完了 ok 所以台灣的玩家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 member ok 所以回到剛剛我們的策略的話 嗯 我們必須要在前期的時候打得比較緊 因為基本上這些玩家的錯誤就是 他們前期就打得太鬆了 那 因為前期的這個 忙住很小 所以你的投暴率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們必須 沒有必要 去跟他們做一些爭執 像以前 當有些玩家更不會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可能就報個名 然後你去洗個招回來 就第三名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互相自殺這樣子 所以在那種 真的之前 跟 玩家更弱的時期 就會出現這種事情 所以一開始的話 我們沒有必要看這麼多的牌 那我覺得一開始可能 呃 新手玩家 都會覺得 好像什麼牌都看起來不錯 很想跟進去看看 能不能翻到三張 那這其實是一個 不太好的 這個 思想 因為 其實很多的牌都非常弱 像這個牌的話 我們這個牌是不錯 然後我們這個牌有 呃 同花跟連牌的機會 我們在 莊家衛我們可以用 20的柱 去看一個 4WPOD 然後試圖FLOP 一個很大的牌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不太一樣 我剛剛講的東西 類似就是說 你這邊可能是 7-5不同花 你就想要去看一下 因為你覺得這牌不錯 或是K-8不同花 這種東西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要用那種 發展性大的牌 去 便宜的看三張 然後看看能不能 FLOP到很大的牌 那這邊我們翻到的是一堆6 那這個 在任何人的定義上 應該都不算一個很大的牌 所以我們這邊會期望 我們能打到showdown 然後 章五給了我們多一個中洞 然後他們居然全部都過牌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讓這個牌繼續過下去 呃 6的話我覺得 有點太弱 不太能去打這個turn 我還是showdown比較好 他們 還蠻奇怪的 這6配可以打 可以看到合牌 OK 所以這邊有個q 這個沒有打的話 其實有點浪費 因為他的牌 應該明顯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有limp 然後又call 所以我們不想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前面的位置 做一個用跟住的 如果我們想要玩的話 我們就加住 會比較好 因為你跟住的話 你就一定要中牌才可以贏 那你加住的話 你是中不中的可以贏 OK他們三個人limp的話 我只有我這邊可以再跟一下 我有這個同花的機會 這是很關鍵的地方 如果他不同花的話 我就不玩了 因為這邊好像都沒有人在加住 所以我就可以用 就用20塊我就可以去看 看三張 然後記得這個看三張 這個牌一定要是那種 有發展性的牌 像這個A6就沒什麼發展性 除非你中一個 A6X或是66X的話 才有可能 A6的話 你都會翻到6配或是A配 那翻到A配的話 你的這個 要比旁邊的七角牌的時候 你的七角牌是6 這樣就不夠好 很容易被 比如說A's Jack A's Ten A's King A's Queen 給dominate到 像這邊的話 我們翻到一個K 是不錯 但是 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一對K 三號的七角牌 是 絕對不夠的 所以 雙刷只下出事實 但是我們後面還有很多家要行動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後面 會不會有做一些埋伏 那這個牌可能就要先棄掉 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是 兩張方塊的Flop 或是說 33X 或是K3 這種東西 這種中間強度的牌我們是 不會希望放更多窗碼進去的 OK 所以我們看 這個 它是5分鐘生盲 所以5分鐘的話就會跳 5分鐘就會跳 所以 我們的策略改變會在 盲柱開始上升到很快的時候 意思是說可能 比例 就是我們會用我們的籌碼 比如說1500去出於這個大盲 叫做50個大盲 50個大盲還算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還不用急 當我們到20個以下 10幾個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必須要 小心一點 所以這兩個人 都LIMP進來 然後我是K9 然後這個人 可能會選擇加住 因為我們的牌還算不錯 然後他們兩個都 顯示自己的牌沒有很強 所以我知道 叫做 這叫ISOLATION 我把他們分隔之後 然後我有絕對的位置 因為這個後面的人過牌了 然後基本上他們就會跟嘛 或是不跟 那跟的話 他們沒中就會過牌 然後中了就會 就會怎麼樣 那樣子 就會打就怎麼樣 所以他們的動作會非常明顯 那這邊的話 我是中到一個中洞 還有一個後門花的機會 對上4家的話 底次有435 我不太能去下注 因為他們在這個牌面上很容易 就中到某種東西 比如說一張J 或是一張10 或是一個flust draw 一個straight draw都有可能 所以這邊沒辦法 沒辦法做一個下注 那我必須要看 他們是怎麼怎麼怎麼 他們如果全部都過牌的話 我覺得我特地 轉牌我可以做一個下注 我這邊應該可以下注 比如說 285之類的 255就好了 比賽的話不用下那麼大 然後他們有牌的話 就會跟我說 沒牌就沒牌 其實他們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 有什麼J 他一定就是10配最多 他們可能有11隊吧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把他們bluff掉 因為他們頂多都11隊 沒有人打J吧我想 這樣 因為他們有J的話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打出來 或是說 會raise你之類的 你打他會raise你 他們的 他們的 習慣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他們 兩次都是call的時候 然後 那這個牌面上就 我把這個牌面縮小一下 這個牌面上就很有可能有 比如說10配啊 或是說什麼 甚至2配5配這種 這種有沒有 像這邊我們跟25去看個翻牌 然後有一些黑桃 一些順子的機會 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強牌 除非他們 除非他們 合到 兩堆或是合到順子 還有可能call我吧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那他們三家的話 是一家怕一家 就是說 這家怕 這家有牌 這家怕這家有牌 然後我all in的話 我看起來比較強之類的 但是 嗯 新手玩家們不太需要去做這個play 就是這個play比較 邊緣一點 嗯 那其實還好 不然 就是說風險會提高一點 因為你可能真的 如果他真的被買到 買到合牌 2 pair或是順子的話 你可能就會被call 那那個時候 你就會出去 這樣就 比較不好 但是 嗯 如果你能評估 就是說我的風險能不能大於 我的報酬能不能大於我的風險的話 那這個play就是 正期望值的嘛 就是正EV的 OK這個人在三個人的地方 turn打出去 那我覺得我這個地方 五四應該就是 可以考慮跟他 嗯 因為他看起來非常鬆 他的籌碼很多 so it's possible 但是我們跟他這邊的話 我們可能合牌還要再跟一次 那 因為我們沒有位置 所以我們決定權會 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五四的話 就不跟了 那如果是七的話 我就一定跟 OK 這邊可以拔 所以這個是1.5美元 1.5美元的話 我們第一名可以得到5.95 然後第二名三多 二多 所以雖然說 獎金不是什麼 翻個好幾百倍 或是好幾十倍 但是撲克 並不是一個可以 一夜支付的遊戲 基本上沒有任何東西 是可以這樣子的 如果任何人跟你講 撲克可以一夜支付的話 他就是在騙你 就是需要慢慢的累積 需要很多耐心 才會有好的成績 所以 撲克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 擊殺城塔的概念吧 但是 透過我們的免費錦標賽 你這個擊殺城塔的成本 可以是0 然後 也有人在世界上 很多不同 很多很強的player 他們 的投資成本 是無限大 因為他們 就是從一開始 這種免費錦標賽開始的 然後呢 我跟Ryan在台灣 就是想要創造這個環境 所以才創造出這個比賽 一開始我們是 每個星期六 有一個免費的 50元錦標賽 然後現在我們覺得 好像大家對這個反應都不錯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成 每個禮拜三 跟禮拜六 給大家更多的機會 去做這些嘗試 OK 所以 九個人的比賽的話 你要進前三名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是 運氣一樣的話 呃 那 你的機會是33% 3分之1 那 你有 比較好的策略的話 你 你會提升你的勝率 但是 並不會 讓你 就是 贏定了這樣子 就比如說你現在是 呃 平均來講的話 你是33%嘛對不對 你 你不可能達到什麼 60% 或者70% 這種數字 你就是多別人一點點 那 撲克就是這種 贏一點點 讓對方感覺 好像 你沒有在贏 這樣子 好像大家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 差不多就是差那幾個 就是那幾個 多了幾個趴 那多了幾個趴 其實是蠻可怕的 你看看 就是說 澳門和 Las Vegas的這個賭場 他們就是靠 百家的21點 他們 那百家的21點 都 莊家的優勝率 才1% 2%而已 然後就可以 蓋這麼大一間 這麼豪華的賭場 所以你想想看 那1%2% 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而且 撲克的 優勢是大於那1%2%的 所以 如果你可以有一個好的策略的話 然後 一直打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獲利 那 像我們現在是2桌 那 這是因為我們教學的 目的才用2桌 可是 一般 打這個的話 熟練的話 技巧已經系統化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打到 2-30桌 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不要想說 喔 可是我1桌1個小時 才可以贏個什麼 幾美而已 這樣才多少 但是 你要想想看 就是說 職業的玩家 不會打這個級別 這個級別 基本上是屬於練習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隨便你的技巧 把你的這個 策略系統化 然後 練好之後 資金足夠的時候 你就可以升級 升到15美的 30美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開20幾桌 然後 打個贏的策略的話 然後有 正的報酬率的話 那你1年可以 要超過百萬的收入 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 嗯 不要把 focus放在 你現在打的這個game 然後你要贏多少美元 因為 一開始這種小的 小的級別 你打個1萬場 都不會賺多少 嗯 所以那你要focus的地方 是在於說 我要怎麼樣 呃 我是不是對於我的策略 有一些疑問 就是比如說我這個J9 我該不該 我該不該要跟 怎麼樣的 那你就要多想 然後多上論壇問 或是說上課請教練之類的 呃 把這些東西都練習好之後呢 然後 呃 打一些實戰的經驗之後 呃 你就可以去 開始多做話 你的 你的策略 你的game OK 像King Queen的話 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這邊應該是會做一個race 那意外是指出這個前面兩個人家住 因為前面兩個人家住的話 他們的排面可能會非常強 那我們可能就不夠 去call他們 不過 在沒有人開牌的情況下 King Queen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牌 所以我們會 我們會open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88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一個 呃 14個大盲的階段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必須要 呃 開始比較積極一點 這邊for我們的 King Queen 因為他這邊all in的這個排面很強 King Queen對上他的range呢 並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這邊出現一個min re-raise 原本我會call或是all end的 但是這邊出現一個all end之後 我就沒辦法了 然後這邊又call 呃 其實理論上來講 他們的排應該非常強 不過他們如果排很多的話 我也不會很意外 OK 所以 這個分排出來的話 我們就是一定死了 OK 所以當 我們進入這個 現在盲數是50-100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自己去除的話 我們只剩12 12.75個大盲 那這算是比較 沒有很多了 so it's true 他們的牌真的很強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 呃 當然我們在前面位置 我們可能還是 就三個位置 我們還是比較緊 但是如果我們進入所謂偷盲區 偷盲區就是這個 牛的這個人 這個人 或是這個人 前面 這個人 還有這個人的上家 這個人的下家 這種地方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打很多很多的牌 因為 這時候 偷取一個 一輪的盲注 一輪的盲注是50加100 就是150 對於我們來講 呃 會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因為想想看我們 十分鐘前 我們的盲注是10 20 這時候 你偷一輪30塊的大盲 的話 對於你的 1500塊的 這個 呃 籌碼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你就多了一遍 1500變一遍 1530 但這時候如果你是 1275變成 1275加150的話 那 那這會是一個不錯的 這個增長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更有 呃 原因 想要去偷這個大盲 那其實一開始的玩家可能會 用的比較相反 因為他們一開始會覺得說 喔這便宜 可以看三張 怎麼樣可以跟怎麼樣的 但是其實你是要到 忙注大一點的時候 你才是必須要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做一個 然後我們的 我們Race的 數量要變小 在忙注變大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 我們不想要放太多的抽碼進去 然後比如說 有一個人all-in 然後我們就必須要改牌 這樣子會還蠻慘的 所以我們這邊flop個top pair 就讓對方剩95塊 那他這邊all-in 我們就是call 反正這怎麼樣都打完了 怎麼樣 這J3 我們就大幅度的領先 然後我們淘汰一個人 那這個就是 嗯 比較不會打的玩家 會做的事情 OK 這邊我們有一個 Q8童花 這個人家我都open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一個 squeeze all-in 就是我們可以 all-in他們兩個 因為這個人可能 沒什麼牌 然後這個人的牌也沒有很強 但是主要的地方 還是來自於說 這個人是槍口 這個人是靠個槍口的Race 所以他們的range 搞不好會是非常強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squeeze就沒那麼重 沒那麼 沒那麼 沒那麼好 就比如說現在是偷盲區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推他 因為這個地方底持 底持跟你的後面是1比1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他們打的話我們也是一樣打完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一些 我們蓋牌的 讓對方蓋牌的機會 把他們打掉 所以對方現在有什麼氣配的話 他比較難決定 當然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讓他先下注 不過如果他直接推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好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喪失讓對方蓋牌的機會 Q8的話 這邊的話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不投的 除非他們很緊 沒有任何數據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牌子非常強 這個地方 他只有650枚 只有4個多大盲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all-in 第一家不知道Limp什麼牌 很難斷定這個地方 Ace King 所以這個運氣比較不好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籌碼不多 我們還是活著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定躲不掉的 所以 而且不用懷疑 就是自己打錯或怎麼樣的 你那個地方絕對沒有打錯的 然後這邊JJ的話也是 不管怎樣就是先all-in 因為我們已經地獄10個大盲 地獄10個大盲就是警戒區了 像這開3.5 3.5 3.5其實不太好 因為他就是 太久1160而已 他開3.5 現在如果要蓋牌的話 這樣其實會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這邊 因為基本上可以直接all-in 或者說做一個300的race 所以這邊是JJ對Ace King 他牌也很強 那我們現在必須要躲過他的A跟Q OK 所以我們躲過 然後我們現在剩 我們現在變成2000 然後牌要超強的 所以OK 這邊的話我們也是一樣 一律all-in 因為像雖然說 我們現在是2465除150嘛 但是他們其實都不夠 他們都比較少 OK OK 這邊 再一次all-in 這個人可能會很討厭我 算了56 這個 is pretty bad 所以我們要多一張 OK 所以我們再和他一個人 is pretty good 所以我們現在3000 我們屬於窗毛領先者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打標送 嗯 A8的話我們是可以做個加注 然後我們可以靠這個人的all-in 靠這個人的all-in 然後蓋給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太多了 然後這個人的話我們應該會蓋給他 所以這個是類似這個偷忙的動作 我用300 我300的話他們就必須要 用很多的籌碼來跟我玩 那他們可能就 他們不想 因為他們想要得前三名 他們打可能這邊就過緊這樣 所以他用call 用call其實我覺得也不太好 那 這個地方其實我可以選擇 呃 過牌 OK 他check 我不知道他 這邊還有什麼可以check的 這邊可以打一個300 然後這邊再all-in 然後他的j就可能蓋不掉了 哇 這邊還蓋掉了 所以這個 這也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play 對他 對於他來說 King Queen的話我們是對上 超過 十幾個大盲 這邊的話我們會open 我們會加注 然後他們如果all-in的話 我可能還會選擇蓋牌 因為他們的抽馬也蠻多的 這個很難的牌就先把它丟了 就不用玩了 不用說過分的去 像 你現在籌碼很多 你現在是做這個老大的話 你並不用去過分的說 好我就是要欺負所有人 所以我沒辦法開這樣子 像 雖然說這樣很帥 然後我也很 很喜歡這種打法 但是 畢竟 呃 如果你是認真對待這個遊戲的話 你就是要 有自己的紀律這樣子 不能 太虎搞瞎搞 然後你不能看到這個翻牌 就說 啊我這進去就 Foodhouse了 可是 不能這樣講 因為大部分進去都會沒牌這樣 OK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 那我們現在觀察到這個玩家 其實好像還蠻 蠻鬆的 就是一直加注一直怎麼樣 所以我們對上他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這邊我們的牌還是非常弱的 然後被對方all in 然後整個蓋牌 嗯 5-3也是很弱喔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繼續蓋牌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觀察一下 他對於就是 他是槍口加注 他對於有一個人加注 他會怎麼樣 他就蓋牌了 那可能真的 真的表示說他加注都不怎麼搶 這樣子 OK 我們現在進入 六個人階段 然後有 一個是1000 一個是700 所以 2000多 這個 這個 這個都算中籌碼 這兩個人都算短碼 這個算是大碼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對中籌碼 施加多一點壓力 因為他們可能會想說 啊 我先讓這個小籌碼淘汰掉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可以跟個75 看個 看個翻牌 有一些 可靠的 其實這個27就太爛了 這個改牌 OK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Race 跟一個All-in Ace-King跟A9 嗯 差不多差不多 算是A9比較 運氣比較差一點 Q8我們還是選擇蓋牌 OK 現在盲速提升的話 這個人已經剩三個大碼 現在一百兩百了 這個人剩五個 他們都打太緊了 這邊不能打那麼緊 他這邊應該就是還是蓋牌 要打太緊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All-in 他 他 這個A-Strike在三個人做 三個人做的情況下 已經太強太強了 OK 這邊也剩下一百兩百 然後這邊的話比較平均一點 每個人都 我這樣KK OK 所以我們再淘汰一個關鍵 這籌碼太少了 這樣打不行 所以我們就是 他這樣一直GAM 我們就是跟了 Oh That's not good 然後我們AK出個A7 那這也沒辦法 這就是 風險波動的其中一塊 所以 剛好我可以示範一下 大家短碼的時候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這個實在是太爛了 所以我們算是說 我們只有三個大碼 我們還是不能推 我們就要等下一把 因為剛剛那個牌 剛剛那邊其實可以推很多很多牌 但是 5-4 不同的話真的是太弱了 所以 所以 還是要撐得住氣 因為你那邊all in的話 他基本上一定會被call 然後被call的話就是 你就是沒救了 那像這邊K K7的話就是要all in 這個牌就OK了 而且這邊的話我甚至可以做一個就是 我假裝我牌很強 然後他們有些人就會覺得這樣好像牌很強 他把600塊放進400 他就是一定是什麼牌 怎麼樣 再多一點點讓他們蓋牌的意願 那反正他all in我一定call 所以很可惜我們這邊台灣同胞就出局了 所以這邊我們不能蓋牌 我們剩200多而已 中間已經有900了 那雖然說我們沒牌 但是我們還是有可能零線 OK 是OK 我們這邊 那這樣很可惜我們這邊出局 那關鍵的一把在於說我們剛剛 剛剛的這個 KK 輸給了這個AA7 所以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這邊好像 情況還不錯 所以我們在這邊繼續加油 然後我們把這座關掉 所以輸了不用太沮喪 因為你 就像我講了你三成多的機會會進前圈 那你強一點的話 你可能多一點這個機會而已 所以不是說輸了就表示你打得不好 或者說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 也有可能只是數學上的波動而已 所以 不用太去在意這種東西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剛剛的把牌打不打對不對的話 你可以把 這個上一把牌局編號拿出來 然後 把這個牌局貼到PokerStar上面 不是PokerStar上面 就是我們的論壇上面 然後你就複製 然後去貼在論壇上面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比較 就是有經驗的玩家啦 或是說我們教練 然後我們會給你一些意見 就是誒我覺得 這是該怎麼樣 該怎麼樣 然後我們現在四個人了嘛 三個人有獎金嘛 所以這時候我們進入所謂的Bubble Bubble的期間嘛 那這個人是短碼 所以這個人要非常的積極 因為他如果 在 在不 在不 在不那個籌碼翻倍的話 他就會被我們吃死死了 OK 所以他 這個 因為他籌碼太少了 所以這個 任何兩張牌都會跟他 OK 所以我們順利進入了前圈 那這時候 籌碼差不多 這時候要比誰 比誰比較兇了這時候 OK 所以他們這還蠻緊的 小毛沒有開我 所以這可以留意一下 嗯 嗯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會開始比較兇一點 然後我看他們怎麼調整 他如果跟的話 我就看看 嗯 這個地方我可能不會打 因為我這個地方的話 嗯 太多東西都 中到這個東西 他就可以直接靠我一發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比較不好 現在出現底住25 所以這時候必須要再更 更多加積極一點 加個加住 所以這邊會開始很兇 會出現這個 兇狠撲克 因為這個忙住三個人的話 忙住輪回的非常快 然後現在要開一個這種東西 開這種東西真的是 就是你比較不能幹嘛 因為這個東西太容易中到對方了 所以你這樣 你說一直下住的話 對方可能就一直靠 或是一直加住這樣 那你反而會浪費一些醜嗎 我們看這傢伙會不會 連續兩次給我們 保送 就是保送 他就保送維持 所以這傢伙真的很緊 以後要小心一點 那這傢伙就很鬆 很緊歸很緊啊 如果他這邊open的話 我這個A9還是太強了 A9就是 呃 低於20個大盲 差不多17個大盲 然後還有錢珠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 all in他了 OK後面 overcall的話後面的牌 應該要很強 後面的牌 不能太太弱 這邊kingking 那我們剛剛 輸一次kingking 我們現在要贏一次 就是這樣子 OK所以現在我們 出一個大盲的話 我們就是要 其實他現在剩10個大盲的話 我現在open400的話 他很容易就像我們剛剛的 all in我 所以我這時候要打 對方他要緊一點點 然後我可以 我可以施加給這個人 多一點壓力 因為這個人目前 處於草碼第二名 那他會希望就是說 我把這個第三名解決掉 所以這時候他應該會多讓我一些 好 這不知道在幹嘛 為什麼是400 600 所以像剛剛我那A9 gen的話 還是一個非常正EV的選擇 只是剛好 這個 大盲有牌而已 OK 這個QA就 太差了 我們還是覺得蓋牌 這個A2的話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來玩了 A2的話我們可以考慮 直接all in他 如果他蓋牌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12個 16個大盲 然後我們open的話 有可能會被他all in 然後直接all in他了 17也太弱了 可能會被他open 那個3bet jam 假如說這個tournament 通常會 在32分鐘至48分鐘內結束 所以這樣還不錯 這樣不會太久 保送嗎 沒有保送 雖然說我這個A 但是我還是不會call 我覺得他這個比較緊 所以我可以蓋多一些 然後再來就說我衝碼 非常多 這個19我也要all in他了 在這A9 剛好到他們內褲 沒有辦法 可是我這個牌一定要推的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又再回到原點了 三個人差不多7隻馬 所以他都是剛好有牌 剛好有牌的話他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時候都會沒有牌 像現在我剛好有牌了 哇這真的很緊 他在4次保送我3次 4次保送我3次欸 這個QR就要改掉了 因為這個傢伙似乎 防守得很夠 97的話 比較有意思 因為 那我們這邊我應該要加個主 因為這個地方他應該比較不容易就推我 然後他這個打太緊 我剛剛 他剛剛短馬的時候他就很容易all in我 那他現在馬多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太緊了 所以依照我們的觀察 我們就可以給予他 多施加一點壓力 那這個他要all in我的話 我覺得我也不能蓋 A9太強了 其實他有點緊 所以他5次保送10次 這個就是緊過頭了 千萬不要學習這個做法 那這邊我給他 送他一下 39太弱了 我他倒是蠻喜歡在turn的時候 加住一個最少的加住 然後團蓋牌真的蠻奇怪的 89 不怎麼樣 如果他加住400的話 我會跟一下 看個翻牌 然後 如果蓋到他的話 就是 希望他再給我保送一次 真的太誇張了 OK 忙足繼續上升 他降下去的話 他會很慘 如果他沒有拿到大牌的話 Q8的話 我是 是有 嗯 我現在有抽5000 所以是這個大牌 我就搞了 施加一點壓力給他 後面有一段嗎 這是套一句Mr.Pin的 就是要給他壓力打 他這不能再蓋牌 他蓋牌就會輸太快 因為他現在盲珠太大了 他一蓋牌的話 那個盲珠 盲珠每一輪是450 加25 乘以3 所以就是525 你要花525塊 才可以看一輪 他現在等於剩3輪的錢而已 這邊是66 哇這個66也打得太兇了 不知道在幹嘛 上面就是已經開了兩張 超過他的牌 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能會做一個 嗯 Yeah we can call 是因為我們 all in他的話 應該會被他太長 被他call 那這個7倍就是余律不蓋了 現在想要加住還是要 反正 直接加住好了 我們直接加到 1050 然後就跟他打完了 這個 這不知道在幹嘛 OK 所以他這個 基本上他自爆了嘛 對不對 所以開始我們 我們對個景哥一對一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勝算應該非常大 因為他太緊了 他小忙可能會一直蓋給我 這樣太緊了 對 所以我開始我可以每把都是 就是加住這樣子 最小加住 看他怎麼 怎麼反應 這樣他 看他太緊了 他一下就輸了 因為他這個忙度太大了 然後他低於 他待會少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那個 所以我沒辦法名字 他就死了 J6 就再緊過頭了 太誇張了 那這美把都是我在贏 然後他現在剩6個大毛 可以開始all in他了 然後就是any2了 不用看牌了 因為他打太緊了 他這邊靠贏了有沒有用 因為我還是繼續把他偷回來就好了 然後他靠個6-7 真的都在 不知道他在幹嘛 OK所以我們很順利的呢 拿到了這場比賽的冠軍 所以像我們剛剛 我們稍微 這個 稍微試算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總共投入了 3.5美元一場 然後加上1.5美元 我們總共投入5美元 然後我們得到的這個是 14.23美元 所以我們得到了非常高的報酬率 那當然這只是一場而已 有兩場而已嘛 那其實其他時候的話 你會有一些第二名 第三第三名 一些最後一名 或怎麼樣的 加起來 總總總總總加起來的話 你會有一個報酬率 那這個報酬率只要是正的的話 然後你一直去打這個遊戲的話 你就會一直賺錢 那我 我跟Ryan都覺得 對於新手來講 一開始最好的這個步驟應該就是 贏著免費比賽之後 用這些資金慢慢的創造 你的Bankroll 像我現在 從5塊我就變成有 14塊多了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打更多的1.5 更多的3.5這樣子 然後 慢慢慢慢累積 慢慢累積之後 隨著這個日子而 日子這樣子慢慢下去的話 你的Bankroll會慢慢的增長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打一些其他的遊戲 或者說成為這個職業的撲克選手 那這是第一步 我希望今天的影片 雖然說策略上講的有點 可能沒有說非常的清楚 或者說非常的仔細 但是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能在論壇提出 那我也希望 每個禮拜都可以去參加我們這個免費錦標賽 基本上這個錦標賽就是在送你們的意思 然後讓你們有一個起步的這個管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利用這個資源 也多多利用FOKPoker論壇 問我問題 或是問Ryan問題 或是問其他高手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的影片也會每個禮拜上 然後 SNG的影片的話 我非常推薦這個Rio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去練習打SNG 希望你們以後在這個撲克路上 一帆風順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盡量提出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歡 謝謝